習武之人要的要求 所以那個層次上是往上 那因為受到我們新唐人補助大賽 他要舉辦的一個理念 畫得非常非常跟我很契合 新唐人電視它是走全世界的 像我們五世界的 假如可以說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 來宣揚我們中華傳統文化 那你看看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覺得非常了不起 我們所學的所教導的一切都是傳統 我們來參加的目的就是我們看這些傳統的東西 傳統的套路我比較喜歡 是因為它爆了萬象 很多從全走 我怎麼會學都學不完 我一輩子想把這個供養無數 我自己沒辦法供養 但是一直這樣 我是百分之三成 我又能力絕對供養給新唐人 真是費盡了形勢 來發展這個中華民族的武術 這個是讓我非常感動 我們當老師的一定要來看 尤其是新唐人 參加武術 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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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武的人 更要參加 台灣已經形成了一個規範 不管我們隔幾年比賽 大家都來 都沒有忘記 從社會的基礎來講 包括他們的師父啊 各個武術館啊 學校他們都知道 都來跟我們互動 這一定要辦 每一天都要辦 不要停止 因為這也是給 我們現在台灣國內的 一種觸及啊 一種感受 所以這一回我帶很多學生來 很榮幸能跟大家 一起做這個武術傳承的工作裡面 有我的一個眼姿也好 一個腳印也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很厲害 為了武術傳承 新唐人在這方面 真的做得很好 其他的武術比賽 沒有辦法做到 像新唐人辦的武術比賽這樣子 讓全世界都能看到 中華傳統武術的精髓與精華 跟它的內涵 然後在全世界發揚光大 新唐人辦的 這樣子 把中華武術能 蓬勃地發展 是最大的功臣 承襲傳統 弘揚武德 真傳在線 各門派好手匯聚 在線武力精髓 2022 新唐人全世界中華傳統武術大賽 將在紐約台灣舉行出賽 8月28日紐約現場決賽 並網絡全球直播 報名熱線 0255713838 詳情請訪問 MarshalArts NTTTV.com